一年一度的香港马拉松二月举行 有两个身体残障人士挑战十公里赛事 希望用自身的经历鼓励人要挑战自己 由李朗儿带我们来看 至少因为眼癌而伤目生名的海恩 凭着高超级音乐操艺获得不少奖项 不过这次他有另一个目标 手 小时候因为触电而要切除双臂的小方 凭着一双巧脚画出另一片天空 不过这次他有新的任务 慢跑起 对,我们去了 去了,去了 海恩要参加二月的马拉松十公里赛事 而他的领跑员就是小方 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 我很相信他,而且我相信这个组合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 海恩就读主流学校 由于安全问题不能够上体育堂 所以想挑战马拉松锻炼身体 他和小方在不同的活动碰过头 慢慢成为好朋友 小方更加自战做海恩的领跑员 无手拿领跑带 小方计划比赛的时候缝在衣服上 一条带不仅连起两个人,还连起他们的心 两个人的默契和信任其实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不可以像普通人士般带领他 人家的手拉一拉,扯一扯 他就知道要怎样,我就不可以了 所以也很感谢海恩去信任我 好,加油,加油 这对梦幻组合都不是一拍即合 两人的体能强弱不同,要慢慢磨合 他们的教练就见证着他们互相帮忙和鼓励 因为视像人士看不到东西 所以我们讲解的时候还要很清晰 每一个部位都要告诉他 应该手放在哪里,脚放在哪里 角度是多少 绍芳可以提点他,甚至用他正确的瀑头 去帮他调校正确的姿势 恩恩来说,可以帮到绍芳他的精神 因为他很努力地想做好一件事 努力,加油 教练说,凯恩的集中力比一般人强 而绍芳的柔软度就很高 他们都凭着自己的优点,加上大家的默契 有信心在马拉松做出好成绩 因为我们不上车 我们很有意志跑完,对吗 对吧 是 我们在终点等我们 我们希望可以经过这次跑马拉松 我们跑完全程的经历 可以鼓励更多的人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放弃 因为我们两个失去双手 一个是视障都可以做到 他们一样都可以做到他们想做的事 想达到的目标 无线辨识记者 李浪儿报导 我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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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